上菜囉 滷鴨鴨鵝鵝 也會用南漿去腥提味喔 很多人都忽略了鴨肉的營養成分 其實它包含維生素B、E和新等 特別適合抵抗力較低的朋友吃 因為它能幫助增加抗體數量 飯飯建議阿公阿嬤有空喔 以紅豆和鴨肉一起煮 可以養胃不慎 但千萬別搭配芹菜 因為這會損傷元氣喔